无论大家叫我们Chinese Taipei or Taiwan 我们都不会放弃参与国际的任何机会 巴黎文化奥运期间 台湾馆24组团队122位艺术家 历经15天共计57场演出 创下超过7万人次造访记录 并登上法国世界报 文化部特别举办分享会 邀请台湾馆筹备及执行的台前幕后英雄 分享在巴黎工作的点滴与感动 重现精彩时刻 并由文化部长李远亲自颁发纪念奖章 表达感谢 这是在现场很重要的一刻 领阳夺断 大家在欢呼 那我们在后台看着转播 第一时间播出来 号召全场的人一起来呼喊 那一拍那一刻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要不要中文翻法文再翻英文 谁来说 后台马上快速的成型 一个团队由季娟 然后理化 做中法的翻译直接播放出来 我觉得那个是 在我们的视角里面 事实上一直不断在建构 这个支撑力的一个地方 那这张图对我来说 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因为它是高挂在那个红色建筑上面的那张图 这张图一直有许许多多的讨论跟判断 但是还有很多故事 那我们都一起经过 可是在最后的那一天 事实上我发现终于我们 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去喊 自己的名字 讲自己的话 过去 过去 在我们正在 算是 呃 怎么说 很多人都看近的一个顶头 但是 事实上 里面有 很有泪涵 我们表演有 押那个瓜杖 哦 瓜杖 押那个瓜杖 外国人感觉 吃醋味 在我们台湾 我们在做团队的时候 是一种 很普通的一个 一个技术而已 感觉没什么 但是去外公 他们外国人感觉 吃鸡咖 好像感觉很特别的 最特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们的第三场演出 是在晚上的十点 就是当地现场晚上的十点 然后当天我自己 就也还 也还在很担心说 到那个那么晚的时间 然后现场会不会没有什么观众 或者是没有什么人 可能因为时间比较晚 大家回家休息 但是 后来在十点 一开演之后 台下也是 整片人山人海了 然后我们整个就 大家就开始 就是觉得非常感动 大家愿意就是留到最后 然后来欣赏我们的演出 然后来台湾馆 就是陪着我们一起 完成这些任务 这个就是 大家就是可能最印象深刻的 关于我们台湾这一次 最好的国民外交大使 我们的珍珠奶茶 那对我来说 这张照片 是让我对这次的珍珠奶茶 这件事情的印象 最深刻的原因就是 大家看到就是 它是一张一张被折好的 被整理好的 那个冰棒的外壳 那它对我来说 我觉得影响比较深刻的是 当时候 就是一大群人 不分足别 也不分表演者 不分工作人员 不分各式各样的伙伴 然后大家就是 从卸货柜 然后拆这个纸箱 然后一支一支的冰棒送进冰柜 然后一起把这些包材啊纸盒啊 好好的整理的收纳 然后送进回收桶 这次真的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我们竟然有五个DJ 大家可以掌声一下吗 就是五个DJ 有DJ问号 混种哑人 汝泥 妖娇还有我 然后我终于有一种 哇台湾的DJ 终于走到这里的感觉 我们终于慢慢被台湾的民众 然后跟官方认可 然后走上国际的舞台 包括像现在台湾的音乐祭 像大港开唱 像浪人祭 其实也慢慢有DJ专属舞台 大家民众终于了解到 可能DJ不是只属于夜店 他可能可以 比如说出现在美术馆啊 出现在庙城 出现在很多很多不同地方 文化奥运制作行政统筹 吴继娟也向文化部长黎远 线上由法国技术伙伴特制 应有帕维农台湾字样酒标的白酒 展现台发双方友谊 文化部长黎远表示 这些在巴黎凝聚的团队 不会因为文化奥运结束就解散 文化部将在明年大阪世界博览会 延续这份感动 这是我们法国的一个技术伙伴 她的女朋友在法国伯根地的一个酒庄 她为了我们特地把他们的酒 白酒制成了一瓶一瓶的白酒送给我们 甚至在标签上印上了台湾馆 这个不能出现在会场的名字 这瓶白酒她见证了台发双方的友谊 甚至是文化运能顺利完成的一个证明 我们特地把它扛回来 我们希望送给部长 送给一路支持我们的长官 我想我们这个团体不应该散掉 所以我在这里宣布几件事情 先宣布再说了 明年我们会在大阪世界博览会 再来一次 大阪世界博览会 我们再来一次文化的展出 大家拍手 因为大阪世界博览会 全世界在那边做一些经济贸易什么 那我们就争取到文化部 再去那边找一个场馆 然后在那边有一段时间 可以展出我们的文化科技 还有表演团体各种表演 在那边展现我们的文化实力 为了还原巴黎现场 营造胜利奇境气氛 分享会特别妇科文化奥运台湾馆 以大舞台红圆桌红蚁头 布置出拉维特园区内 妙城伴桌的情景 更架起从巴黎原装空运返台的 签名布条 呈现台湾馆在文化奥运期间 来自世界各国朋友的亲笔祝福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